郭台銘和新木寮劉宥童 以現身柯文哲組黨大會 柯文哲心腹蔡壁如一路對丟丟 加上郭柯合作傳言四起 郭台銘對外發聲窗口劉宥童 如今公開正台 莫非郭柯兩人合作真有譜 永齡基金會的董事長 其實是郭守正嘛 那所以他是說 如果基金會想要做 這個永齡青年的平台 其實可以過來看一下 那將來或許可以 跟台銘黨有一些合作 所以他本來是想說 可不可以邀請守正來 那但是守正事實上 是不太會出席這樣的場合 他說基金會的事務 還是由我這邊來處理就可以了 雖然郭守正沒來 但是核心幕僚親自出席 重要性不言可遇 也讓郭柯合作多了想像空間 且最新媒體民調顯示 如果郭柯成功合體 支持度高達31% 韓國瑜排第二只有27% 蔡英文則位居第三 24% 以你寫的還是柯文哲 所以他是做一個五本生意 穩賺不賠 我都不排除 他是我的感覺 他像蔡英文的側翼 是不是幫這個蔡英文 你不要看他罵得要命 哇 罵得好大聲啊 其實最大受益者 你不要看現在民調怎麼樣 最後最大受益者就是蔡英文 因為你藍軍就分裂了嘛 藍尾憂心 郭台銘要是真出走 可能裂解藍營 但眼前郭台銘已讀不回韓國瑜 只剩下8月8號小林村圍爐 可能成為兩人契機 出席的機率蠻高的啦 但是因為 因為很久沒有出來跟大家見面 然後如果8號的話 他也怕說可能是會為人很多 反而失去了那個十年的一個焦點 郭寒周四能不能見面 解辛節 郭台銘要等周三才決定 加上郭柯兩人 隔空揮手 態度曖昧不只是韓國瑜 國民黨從上到下 都是又期待又怕受傷害 歡迎新聞綜合報導